兩位市皇后區僑界提前舉行 國慶升旗典禮 基於防疫限定五十人以下參加 人數雖然受限 約會者卻熱情不減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 沒有理由在聯合國缺席 中華民國是美國的同盟國 沒有理由在華盛頓沒有大使館 中華民國曾經在紐約市 有駐紐約總領事館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把中華民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恢復起來 駐紐約辦事處長李光章七月到任後 首次參加僑界國慶活動 他表示國際對於台灣自由民主的肯定 支持台灣的聲量是他投入外交工作未曾見過的 台美關係在過去一段時間來日趨密切 可以說到達過去四十幾年來最佳狀態 當然是全體海內外同胞共同努力的結果 也在在地證明台灣得不孤必有靈 紐約州參議員劉淳毅 市議員顧雅民等長期挺臺的民意代表 也到場表達支持 喬委會委員會委員長同政員 則是以預錄影片表達 海外僑團儘管疫情嚴峻 仍排除萬難 舉辦實體或線上活動 慶祝國家生日 凝聚全球能量支持台灣